抢摊上市 领跑汽车难成领跑者 众所周知 造车烧钱 上市无疑是解决资金问题的最有效途径 在国产造车新势力2021年销量排名中 第一梯队的蔚来 小鹏、李翔已逼近10万辆大关 第二梯队中的哪吒、威马 分别交付69,674辆 和44,157辆 领跑位列第二梯队第三名 身处造车新势力中下游 近日 根据证监会披露的信息显示 这将领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向中国证监会国际部递交的境外 首次公开发行股份审批材料获得受理 这意味着 领跑科技将不久后正式冲刺港交所上市 事实上 早在2021年10月 便有传言称领跑汽车正考虑在香港进行IPO 募资至少人民币64.5亿元 但官方很快回应称消息不实 如今随着领跑向证监会递交境外IPO审批材料 这一传言已经近乎被坐实 过去两年 造车新势力头部企业扎堆上市 小鹏、理想均已在美股、港股双重上市 处于第二梯队的车企也不断有上市传言 哪吒汽车被传将拟赴港上市 最早在今年下半年进行IPO 威马汽车在2021年完成5亿美元融资后 疑似开始为登陆港股做准备 高河汽车也在近期传出将要IPO的传闻 正在与瑞银集团和摩根士丹利合作安排 潜在上市事宜 一边是蔚来、小鹏、理想稳居头部 一边是哪吒、威马利亚一头 身后还有华为、小米、百度等等巨头虎视眈眈 领跑汽车没有如愿领跑 不过抢摊资本市场的脚步倒是急促了 展现了极强的执行力 在新能源赛道愈发拥挤的趋势下 未来一年能否成功上市 对新势力第二梯队品牌来说尤为重要 01第二阵营冲刺上市 当下尽管造车新势力单月销量屡创新高 但现实确实还没有一家企业实现盈利 当然 造血能力差是新势力的共性 销量跑不起来对业绩而言最为致命 虽然领跑的竞争对手排序上首要是哪吒、是威马 但在朱江明的眼中 和特斯拉平起平坐 才是他的目标 从首款车型问世起 领跑就开始了一场与特斯拉的单方面缠斗 上市前期 领跑首款产品S01以部分功能对标 特斯拉为卖点 但很多都需要通过后期OTA实现 如此败好感度的操作 确实难以令消费者买账 然而 更讽刺的还在后头 高开低走并不是S01的原罪所在 产品故障频发才是销量低迷的罪魁祸首 S01上市后 制动系统故障、动力系统故障 控制系统故障等问题如影随形 200位忍无可忍的S01车主 选择在2020年5月领跑T03上市当天 向品牌方发出公开信 希望领跑就车质问题给出书面答复 呼应200位车主们 维权的却是领跑给出的敷衍回应 整车产品质量符合国家标准 多为偶发性问题 并非安全质量问题 如此说辞 显然难凭消费者的怒火 迫于压力 领跑在同年10月 共计召回了150辆2019款领跑S01 如今在车评网站的产品口碑中 仍然可以看到大量总续航里程序 宣传功能至今未实现等用户评价的槽点 虽然产品方面存在争议 但是朱江明对时代风向的嗅觉仍然毋庸置疑 在2021年7月的领跑2.0战略发布会上 朱江明放下豪言三年超过特斯拉 2023年进入造车新势力Top3 2025年80万辆 按照朱江明的规划 领跑将于2025年底前推出 覆盖35万元 以内价格区间的8款全新车型 2022年进军海外市场 2025年整体销量达到80万辆 2024年预计实现全场景自动驾驶技术 力争三年内超过特斯拉 在领跑的官方宣传语境中 领跑是除特斯拉以外 唯二真正具备智能汽车自研 自产销售和服务一体化 完整产业链闭环的新能源车企 所以说 超越特斯拉的豪言壮语 或许多多少少有迹可循 但五年内实现年销量80万辆 实在显得过于夸张 要知道 领跑2019年销量破万的计划 前10个月还未达700辆 而2020年目标销量5万辆 实际销量11391辆 领跑画的饼无一实现 就目前的车型矩阵及销量情况 还不足以称其2025年80万的宏伟目标 当然 朱江明如此执着的画饼 或许和领跑的上市计划难逃干系 对于资本而言 新势力第二梯队中的第一股 显然比其他持来者更具价值 超越特斯拉也好 80万辆也好 背后都是领跑对于上市的良苦用心 第二阵营的确很难 向上市实力更雄厚 市场认知度更高的魏小李 向下 市尽则升 退则死的悬崖 02 全域自研的利与弊 如果说 上市后的大额资本流入 可视为领跑持续发展的燃料 那么长期以来坚持的全域自研 则是领跑与领跑新势力的杀手锏 朱江明既是领跑汽车的创始人 也是大华股份的联合创始人兼CTO 在将大华股份做到安防领域全球第二后 朱江明开始寻找新的增长点 相比于安防领域千亿市场规模 新能源汽车是一块容易吃到且又大的新蛋糕 朱江明顺势切入 在2015年年底正式成立领跑汽车 作为拥有近30年的研发制造经验的理工男 朱江明认为 核心技术自研 对于企业长远发展 有着重要意义 服役开始 领跑就坚定地选择了全域自研 从芯片到三电系统到车联网 解决方案等等核心技术 始终坚持自主研发 在2021年11月举行的广州车展上 领跑汽车董事长朱江明 对领跑汽车多年来推行的全域自研 进行了详解 他说 我们通过全域自研 来取得自己的核心竞争优势 他表示 驱动总成电池领域也已从外采电芯 发展到自己做模组PAC和BMS 此外 领跑汽车在车机系统 云平台 智能驾驶等都实现了自研 此外 为了摆脱芯片卡脖子的困境 领跑与大华联手打造智能驾驶芯片 并已搭载在领跑CEE上 倘若领心领腰实现量产 有望成为中国首款自主研发的智能驾驶芯片 对领跑来说 全域自研的最大好处 是未来规模效应带来的低成本 朱江明表示 尽管前期全域自研需要大量的成本投入 但是通过销量规模 可以分担每辆车的边际成本 包括软件研发成本和硬件采购成本 但另一面 全域自研也给领跑带来了其他问题 首先 研发投入带给财务的压力是巨大的 虽然领跑没有公布每年研发投入的准确数字 但是 参照为小李三家 动辄一家企业在研发上 每年投入就是10亿元计 领跑背后的大华股份 2021年前三季度的净利润 才只有24亿 全域自研的庞大投入 一方面可能让领跑的现金流变得紧张 一些营销或渠道拓展支出不得不为技术让路 另一方面 技术自研是一个较外采货联合开发更为漫长的过程 比如 重点打造的C11旗宣传的L2辅助驾驶 事实上已经滞后了未来 小鹏近两年的时间 除了研发缓慢之外 自研技术的实力是否过关 会不会导致产品品控出现问题 这些也是领跑要面对的问题 研发实力强势一方面 但要把实力转化为销量才是最关键的 就好像学生懂得再多 考得不好也白搭 而领跑欠缺的地方就在于此 看似准备大干一场 结果一到战场 销量还是差强人意 03还没学会讨好用户 根据DNWS报道 多位消费者投诉 领跑汽车不按时交车 且不说明原因 店员态度恶劣 或涉嫌合同欺诈 在渠道上 领跑采取最低成本的模式 以加盟为主 直营为辅 与特斯拉和蔚来等 以增加用户停留为理念 打造包括咖啡、特饮、阅读等 在内的舒适休息区不同 领跑中心的设计理念 更以销售为导向 不会有过多城市生活空间 这样的属性 就数量来看 截至2021年6月 领跑在全国共有158家门店 覆盖全国一、二、三线城市 而这个数量 是为小李在去年 已经完成的网点布局 陈旧的销售模式 在新势力推崇 用户至上的服务理念中 显得格格不入 自然也难以在消费者 心中留下印象 为产品带来溢价 作为造车新势力 第二梯队中的一员 抢先一步推进上市的领跑 届时能否延续资本市场的红利 在新的资金进入后 如何打开进一步知名度 寄予厚望的C11能否撑起销量 提升品牌形象 这些问题的答案目前还不得而知 也考验着领跑的业务实力 上市后的领跑汽车究竟会走向何方 我们拭目以待 我们拭目以待